所谓的重数这一题 这个重数 这个 ok 重 那已指的是最多 哪个最多 意思说如果今天 它的题目是这样 输入一堆数字 不过还好它是10个而已 10个的话当然你可想而知 它是for圍圈 for eye in range 10就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想要知道说 这一堆数字里面 哪一个数字出现的次数最多 那请你把那个数字第一个抓出来 第二个的话告诉我 它出现的次数是几次 那你该怎么做 ok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我们先用Excel来讲会比较 可能会比较简单 因为Excel 如果你用Excel应该做得出来 不过可能你用Excel做的话 可能你需要要汇一个函数 叫Conv 如果你用Conv 其实就搞定了 就真的 所以以后啊 如果你假设说 遇到这种状况 然后资料量很少 你干脆有建议你就贴到Excel 然后用Conv做一做就好了 当然如果那个事情 你不断要重复 每天做 而且资料要非常非常大 一直产生 一直产生的话 那当然你就有必要把它改成程式来写 你也许可以想想想 用VVA写好了 还是用Python写好了 或是用其他工具做 反正我一直强调工具就工具 只是说你要善用工具 你不是说你只有一招 就是我只会Excel 其他不会 那没办法 如果你知道多你就卡住了 所以第一个 我先用Excel来Demo 第一个这十个数字 对不对 那我先做什么 假如说我先把它Ctrl-C 那假如模拟一下 我就是放到Excel里面 把这个十个数字把它贴上 只有直 因为它里面好像有格式 那这个十个数字 我哪知道哪一个数字最多 所以通常是什么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不重复的清单 不重复的清单是什么 把这个十个数字 再复制一次 复制到哪里 放到C来贴上 然后做一件事 什么事 资料里面有个移除重复 移除重复的话 这边没有标底 就按确定 也就是说我要先建一个不重复的清单 根据这个清单 我再去conify这个范围的资料 OK 因为如果你有重复的话 它每个都一次 所以 可能会有重复的纸 所以我先贴过来 然后移除重复 再来的话在旁边用什么 插入函数 你可以用什么 统计类里面的conify 其实这个conify还蛮好用的 然后range的话 指的是这个范围 那 criteria 就是你要找哪一个数字 就这个数字 它出现 那康义符就是帮你算几次 义符的话是 如果是那个数字的话 那就帮我加1就对了 OK 好 那这样 上面这个范图把它F3好了 把它F4好了 锁起来 锁列就可以了 然后锁列之后 按确定向下填满 各位可以看到 重数就出来了 答案就18 有没有 OK 原来18出现几次 出现三次 那问题来了 这个是用Excel做的 OK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改到VBA 改到Python怎么做 其实改VBA也可以 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今天VBA里面读入一堆资料 怎么知道哪一个数字出现 次数最大 OK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其实我跟各位讲 另外如果你不用康义符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其实插入什么 枢纽分析表 其实数据分析表也可以 数据分析表里面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拖拉过来 拖拉到列 这边拖拉到值 一样的蓝 然后把它加种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项目各数 有没有 这边18一样是得到最多的 OK 数据分析表也可以 只是我觉得 只是我觉得 书纽分析表拿来做这个感觉好像有点这个什么不太合适的感觉 好像有点像小笛大作 康义符好像比较OK一点点 好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把同样的事情用Python来做 那其实说真的难很多 OK那怎么说 第一个我第一件事情需要在什么Python里面最麻烦点 因为Python里面没有Excel 那你这边因为你是一堆十个字 这一个清单 所以怎么样 第一步你需要建一个清单 所以List1等于中瓜乎 就是建一个空的清单 第二步的话 你就再分别把这些读进来的这些东西 分别把它放到那个清单 其实我们讲过点Append 把读进来的这一个清单 分别Append到那个清单里面 那再来的话 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第五个单元 所以如果你们到云南白板里面第五个单元List 它里面List里面有一个方法 就是计算我们那个元素 里面出现的次数叫点Count 所以如果我建立一个List1的话 它有个方法叫点Count 然后我就把那个元素 出现次数把它瓜乎放到里面 算一下 它会把出现的次数呢 丢到前面N里面 那我就怎么样 就可以知道说它出现的次数 所以第一步先把十个资料放到清单 第二个部分的话 可能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呢 每一个每一个我们都放进来 比比比看 所以一样要跑个回圈 比较之后出现次数最高的把它留下来 然后并且把它的出现次数的那个部分 也把它留下来 那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那我大概demo一下给各位看 不过这个其实相对的是复杂 会用到List里面的点Count的方法 然后这个是做完的结果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 那我把这个总共会有十个这个数字 我偷懒一下把它复制一下 我这边把它复制 然后当然理论上是应该一个的打 34 然后分别再打什么 18 22 32 18 最后假设我已经一个 34Enter 18Enter 一直全部都输入完毕之后 最后Enter就是已经跑完了 然后就帮我做统计 哪一个出现次数最高 这个时候的话 底下呢 必须要先输出那一个数字 再来就输出它出现的次数 OK 就这样子 那程式该如何写 第六类 对哦 你会看到第六类难度又会增加许多 大概使用的方法 就我刚刚讲 第一步 请你把上面的清单怎么样 全部放在一个空的一个List里面 OK 所以第一步是什么 List1等于空的一个清单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让它跑十次 所以for i in range 十就好了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呢 就让它输入Input 所以Input的话 我们就拿 List 输入资料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把Input的东西 有没有 直接干脆丢到哪里呢 丢到List1里面 但是因为输入的时候34 Input我讲过一定是文字 所以一定要转型 转型完之后呢 再把那个Input 把它放过来 当然你想说 那老师我可不可以 不要写成一行 我可不可以另外写一个方法 写一个叙述就是什么 我可不可以这边先加一个N N等于 就像刚刚写的一样 N等于这个 然后再把N放过来 那其实也可以哦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呢 通通丢进来 底下也就先不要写了 没关系 那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回圈 我们先写到这边 那当然我只要先做一件 我是不是有全部都放进来 我们可以 最后再把这个List print出来 比如说有print 然后把List1 里面的东西呢 全部print出来看看 比如说我今天再执行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阶 这个哦 把这些东西 一样再把它Ctrl 一样再输入一遍哦 比如说让它输入 输入之后的话 Enter 看一下print的结果 哎 你会发现哦 如果他已经帮我放到清单里面 那第一步骤就完成了 就是先做什么 把这十个数字 放到清单的动作先完成 画面先还给 刚刚没切哦 这个部分的话 先完成到这里 那第二步呢 才是做什么 再去用Ctrl 留下那个次数最多的那一个 并且留下什么 留下它这个数字是哪一个 可是要怎么写 所以第一个应该比较简单 把十个数字 输入结果通通丢进来 OK 试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留下那个 出现次数最多 这部分怎么写 其实也大概大同小异 反正是跑个回圈 一个一个读出来 再比较一下 最大就留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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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